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节课MA开始 我就收到了后排传过来的要求更换讲师的联名信 上面已经有绝大多数人的签名了 然后那天下午 我们换了讲师 后来 我在走廊的尽头 看见了那个被换掉的女孩 她正对着窗口打电话 声音很小 但我能听见 她在哭 其实那一刻我真的有点心疼 因为她的委屈和难过 我都曾经经历过 但是我也知道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没有什么东西是容易的 我们都会在一次次的打击里变得坚强 我们会成长 会更加优秀 会长出 无间不摧的外壳 谢春花在刚推出她第一首单曲的时候 老蒋告诉我 这个姑娘是95年的 那时候我和老蒋都有点沮丧 我们难以接受 自己喜欢的歌手已经比自己小了 那个时候的我们 刚毕业一年 除了年龄与日俱增 我们一无所有 那段时间的我 每天都围着工作连周转 做最基础的工作 没什么基础含量 但是特别辛苦 那时候的老蒋在报社 已经做了一年的实习记者 可是一直没有得到转正的机会 她拿着付不起房租和饭钱的月薪 上着从来都没有过正常休息的班 我想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一样 从毕业那天开始 我们就要习惯拥挤的地铁 习惯在寒冷的清晨爬出被窝 习惯一个人的生活 习惯故作坚强 也习惯接受自己的平庸 其实这并不是 多么值得庆祝的习惯 但就像是成年礼一样 我们开始从脆弱那里毕业了 谢春花刚推出她第一张个人专辑的时候 老蒋告诉我 这个姑娘火了 那时候我和老蒋毕业两年 我不用再绕着吃力不讨好的琐事打转了 而老蒋直接和北京总部签约 去了首度工作 老蒋去北京的那天晚上之前 我们站在国际天桥上 我们看着天桥下来来玩往的车辆 沉默不语 我们的一切都开始变得顺利 会有人羡慕我工作轻松 会有人对老蒋说 你运气真好 可是我们都知道 如今看似轻松自如的一切 他们都不是容易的 我们记得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自己的忐忑和谨慎 记得曾经被质疑过 被看清过 被责备过 记得那些因为委屈而一个人掉眼泪的日子 因为能力差 而暗自伤神的日子 也记得我们都曾经有过一万次 想要辞职逃避 想要就这么算了的日子 想要说服自己 不过如此 不值得如此拼命的日子 可最后我们一样 我们一样都坚持下来了 我们早就不是 端端正正地坐在教室里 考到优秀 就开心的孩子了 生活这场测试 没有耐心的老师 没有无私的父母 也没有不考的机会 他只会用最严厉的方式打击我们 用挫败来指引我们正确的道路 这就是成年人世界里的规则 从来没有坐享其成的美事 也没有容易这两个字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有太多人光芒万丈 他们过着我们期待的生活 经历着我们梦里的人生 可是我们也知道 平凡的人比比皆是 我们都是拿着一份 勉强够用的薪水 消磨着在普通不过的日子 可你知道吗 在光芒万丈之前 我们都要欣然接受眼下的那些难堪 和不易 接受一个人的孤独 和偶尔的无助 生活的公平就在于 他会给你选择的预定 让你有足够的时间 去过上你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但是你也应该知道 那些交到好运的人 也都曾经历过 生活的折磨 那些加班到深夜 读书到天明的日子 那些你咬牙没放弃 坚持走下来的日子 那些曾经痛击你 重伤你的日子 最后都会变成你闪闪发光的经历 点缀你接下来的人生 成年人的世界里 没有什么是容易的 可是总有一天 我们都会遇见 另外的一个自己 一个值得期待的自己 那个人会让你知道 你曾经经历的一切苦难和艰辛 全部都有意义 所以答应我 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着什么 无论你有多么的想要放弃 都请你告诉自己 再坚持一下 没有人的成功来得容易 还有很多很多 正在打拼着的年轻人 在和你我一起 所以要开心 要加油 要相信自己 相信未来 会越来越好 站在 abusive 散任 散鑶子